我最近在自己弄个cheese puffer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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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没路上吗 我跟小伙促促气长谈 差不多说说准备睡觉了 明天早上大概7点的时候会 叫什么 太阳会升出来 然后我们打算早点起 再在园子里拍一拍 今天就这样啦 今天就这样啦 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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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着壶 看着道理 解一下当那个地主 家里有壶 是什么感觉 是不是 这么大庄园 咱俩其实上午 上午先把那个马厩给弄好 中午的时候吃点东西 然后下午把游泳池给修了 这壶啊 这壶 这壶得修几天了 你买得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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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人都不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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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买得特别的 面秘的 太爱了 你买得正乎 你知道我这叫什么 这叫蝙蝠秀 我现在就是蝙蝠侠 我是穿着裙子的蝙蝠侠 厉害吧 你可以在这给我照张相吗 是没有 就是它在一半阴影里边 我们就照过来点 这两个应该在这照张合影 你跑过去吧 我是不是说过来 哈哈哈哈 干啥 今天是6月13号 第二天我们大概早上6点多就醒了 因为听到外面一直有猫在叫 想到了我们家对对不放心它 然后就看了好几片监控 后来的确发现外面好像有只黑色的小猫 还挺可爱的 所以我们就早上起得很早 趁早在外面 拍了一下 外面正好也没有人 然后阳光也特别好 现在回来收拾一下 再纠结要不要吃早饭 因为对面的餐厅里面 一直有其他的villa的人 在里面 我在想要不要出去找一下咖啡 但好像 昨天对于这边咖啡的水平 比较失望 抱有怀疑态度 所以还没有决定好 对面那个厨房 cooking的味还挺香的 一直飘过来 闻到了 对啊 这公斤 这种还是比较老实的 这种 这没插销 给它插进去 天啊 这种塑造是 很正突然 有一种 对面嘛 看着 SETH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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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